如果fx等于xsin2x 就f的19阶导数 再π的导数值 高阶导数 我必须从一阶导数二阶导数 然后看它的规律性 一阶导数 这个是两个函数相乘 用相乘的导数公式 前面乘上后面的导数 sine的导数是cos 里面2x要再导一次 多一个2 加上后面乘上前面的导数 二阶导数再导一次 前面 乘上cos的导数是负 sine 里面再导一次 再多一个2 加上后面 乘上前面的导数 前面导数是2 sine的导数是两倍的cos2x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2倍的cos2x 这一项的导数也是2倍的cos2x 所以合起来这里会变成4倍的cos2x 三阶导数 用前面乘上sine的导数是cos2x 再多一个2 所以变成2的3次 加上后面是sinex sine2x 前面的导数 前面导数是负2的平方 负2的平方 负2的平方 前面有一个负2平方 cos的导数也是负的 负的sine2x 那么又要一个2 所以这里是4 这里是2的平方 再多一个2 所以是2的3次方 4cos2x导数 会变成负8sine2x 所以这里的系数的话 是变成负2的平方 负2的3次方 以此类推 四阶导数 用前面这一项 乘以后面的导数 cos的导数是负sine 所以负负的整 再多一个2 所以要变成2的4次方 加上后面乘上前面的导数 后面是cos2x 前面的导数 前面的导数是负2的3次方 那后面这一项的话呢 sine的导数也是cos2x 但是呢 前面的系数还要再乘以2 全入了 再多一个2 所以这是减2的3次方 所以这个系数的部分呢 是一直在变动 系数的部分一直在变动 那我们要找19阶导数 19阶导数 如果我们看它的变动的话呢 这个sine变cos 然后负sine 负cos 又变到sine 所以它会有四个一个循环的 这一种形式 只是这个系数部分一直在变动 所以19阶导数 19除以4与3 它的导数形式呢 会比照三阶导数的形式 三阶导数的形式的话 所以它应该是 负的 xcos 这一种形式 然后加上 这里有一个系数 sine的2x 那前面这里的话呢 2的 这里是一次方 一阶导数是一次方 二阶导数二次方 三阶导数三次方 四阶导数十次方 所以19阶导数的话呢 应该是 19次方 所以19阶导数 我们用π带进去的话 这个是 负2的 19次方 乘以π 乘以cos 2π 这里再有一个系数 sine的2π sine2π是0 所以这一项可以不用看它 所以这个呢 就会等于 负2的 19次方 乘以π 如果fx等于3e平方x 求9阶导数 那么高阶导数 我们就从 一阶二阶 然后看它的 规律性 一阶导数 这个合成函数 u平方导数 2拿下来 次方减1 然后呢 里面这一项 要再导一次 所以是 再乘一个cos x 这是一阶导数 那这个利用 三角函数里面的 背角公式 2sinecos 可以写成 sine2x 2阶导数 sine2x导数 sine的导数是cos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2 三阶导数 cos的导数是负 sine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2 所以是2的平方 四阶导数 sine的导数是cos 里面再导一次 所以是2的三次方 五阶导数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形式 就会是sinecos 负sine负cos 这样在变动 所以用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出 九阶导数 应该是比照 我们把它除以4 于1 比照一阶导数的形式 会是sine2x的形式 那么看它的系数 这里是2的一次方 这里是2的零次方 2的一次方 负2的二次方 负2的三次方 所以四阶导数是三次方 九阶导数的话 就应该要有一个2的八次方 所以我们求九阶导数 十二分之π带进去 这个就要等于2的八次方 这里sine的六分之π sine的六分之π 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导数的结果 我们是等于2的七次方 也就是等于128 给这个三角方程式 要求y对x的导数 给方程式求导数 这种问题呢 我们叫做隐为分 隐为分我们就是把方程式的 左右两边 对x导数 看到y要知道 y是x的一个函数 所以碰到y的导数 要利用连锁率 左边的导数 这里是两个 都跟x相关的函数相乘 用相乘的导数公式 前面乘上后面的导数 tan的导数是 second平方 里面y是x的导数 所以y对x要再导一次 前面乘上后面的导数 加上后面这一项 乘上前面的导数 y对x的导数就是dydx 1的导数是0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我们整理 有dydx的放在一边 没有dydx的放在一边 有dydx的包含了 xsecond平方y 减1-1 没有dydx的移到右边 就是等于负的tangent y 所以我们把dydx 就可以写成 负的tangent y 除以xsecond平方y减1 这个就是利用 因为分 求出dydx 给fx求f'0 那么要求导函数 我们就利用基本的导数公式 看到相乘的函数 用相乘的导数公式 用前面这个函数 乘上后面的导数 cos的导数是f' sine 圈入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2 加上后面这个函数 乘上前面的导数 所以第一项导函数 有这两项 tangent的导数是second平方 圈入里面再导一次 所以三乘上 second平方 f'0用0带进去 这个是0 这个是0 这个是3 所以f'0等于3 求second四次方的二阶导函数 导数在theta等于0的导数值 求二阶导数 我们先求一阶导数 second三theta导数 second的导数公式 second的导数是second 乘上tangent tangent 所以要再乘上3 这个是基本的导数公式 如果是second的四次方 四次方的导数就是再多做一次合成了 它的导数的话 就是4拿下来 次方减1 然后second的话 再导一次 second再导一次 就是上面的导数结果 再乘上去 这个是4拿下来 次方减1 second再导一次 second再导一次的话 就会有上面这个式子 三倍的second再乘上tangent 所以second会变成四次方 这个系数就变成12了 所以一阶导数算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导一次 就是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 对second四次方 三theta再导一次 这个12拿出去 那这个呢 是两项相乘 两项相乘的导数公式 前面照写 后面的导数 tangent的导数 second平方 圈入里面再导一次 要加上后面 后面是tangent三theta 乘上前面的导数 四次方的导数 四拿下来 次方减1 然后呢 里面要再导一次 second要再导一次 second再导一次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所以再乘上3 再一个second 再一个tangent 再一个tangent 好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再一个3secondtangent 所以合起来的话呢 这个是 系数是12 second合起来是 四次方 这里呢 tangent平方 二阶导数 我们是要算 θ等于0的导数值 所以我们θ等于0 带进去 这个就是等于12 乘上 second 0是等于1 所以这里是3 tangent 0是等于0 所以这里是0 所以我们把它乘起来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36 第二次 如果fx等于sin2x 我们十阶导数 四分之π会等于多少 十阶导数我们从一阶开始看 一阶导数sin的导数是cos 圈入多一个2 二阶导数cos的导数负sin 圈入再一个2 三阶导数sin的导数是cos 再一个2随便2的三次方 四阶导数cos的导数负sin 再一个2,2的四次方 那这个又回到sin的形式 所以它每四次导数就有一个循环 所以十阶导数 我们把十除以4于2 就比照二阶导数的形式 它会是-sin2x 前面系数的话是2的 四阶导数四次方 三阶导数三次方 所以十阶导数呢 要十次方 那么十阶导数四分之π带进去 这个值的话呢 就是-2十次方 sin的四分之π乘以2 就是-sin的二分之π -sin二分之π是等于1 所以这个是-2的十次方 等于-1024 是-2的十次方 如果fx等于2sinxcosx 那么30阶导数会等于多少 我们把fx看成sin2x 一阶导数就是等于cos2x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2 二阶导数cos导数是-sin 再一个2 三阶导数 sin的导数是cos 再一个2 四阶导数 cos导数是-sin 再多一个2 所以是2的四次方 负负得正 这样子呢 四个构成一个循环 又回到sin的形式 30阶导数 30除以4会余2 所以30阶导数 比照2阶导数的形式 会是-sin2x的形式 那么这里的次方 应该是2的四阶导数 四次方 所以30阶导数呢 会是-2的30次方 sin2x 给fx求反函数的导数 反函数的导数 会等于 圆导数的导数分之1 那圆导数是在哪一个点呢 我们必须要先解一下 这个是在fx等于1的时候 我们要去把x解出来 当x加1的2x 加tg3x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解一下x要等于多少 x等于0的时候 会使得这个式子存立 所以反函数的导数 等于原函数 在0的导数分之1 原函数的导数 就一项一项求导数 x的导数是1 指数导数就是指数导数 指数部分再导一次 多一个2 tg的导数是second平方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3 那么这个式子呢 是x用0带进去 0带进去的话呢 这个是1加2加1分之1 所以反函数在1导数 这个是等于6分之1 给fx求f2接导数的反导数 那么由于导数跟反导数 互为反运算 所以假如说导数在反导数呢 它会等于原函数 再加上一个任意常数 这个是因为互为反运算的关系 那么2接导数在反导数的话呢 这个就会有等于 1接导函数加x的这种形式 那1接导数的导数叫做2接导数 那导数跟反导数 反运算抵消 所以会变成1接导数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是算f的1接导函数就可以了 不需要算2接导数再反导数 那么导函数的话呢 这个用两项相除的导数公式 因为这个是一个分式 用分母的平方 分母乘上分子的导数 1加cos的导数 cos的导数是等于负3 减掉分子 乘上分母的导数 cos的导数是等于负3 所以分母这个是等于sine 所以分母这个是等于sine 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这里cos的sine 这里cos的sine 一个是加的 一个是减的 所以cos的sine 这一项这个是消掉了 第一项这里是减掉sine 这里再减掉一个sine 所以把这个式子化减的结果分子呢 是-2sine x 所以这个呢 二接导数再反导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这个形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这个形式 fx等于x乘以3 求4阶导数 0的导数值 这个一阶导数 前面乘以后面的导数 加上后面乘以前面的导数 2x 乘以cos的导数是4sine 多一个2 加上后面 乘以前面导数是2 sine的导数呢 是cos 3 这里有一个2 所以这里要变成4 三阶导数 前面乘以后面的导数 多一个2 再加上后面 乘以前面的导数 那这个cos的导数是4sine 4sine 所以这个再减掉 这个是 4sine 4sine 的话呢 圈入了又多一个2 所以这个是减掉8 4阶导数 再导一次 前面乘以后面的导数 前面乘以后面的导数 负cos的导数 是sine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2 所以2的4次方 加上后面 乘以前面的导数 前面的导数是 负2 三次方 sine的导数 也是cos 那再乘一个2 所以细数的部分 要变成 负2 三次方 减 再乘一个2 这是16 所以四阶导数 算出来了以后 我们用0带进去 前面这一项是0 后面cos 是等于1 所以前面的系数 乘以cos 0是1 所以这个算一下的话 这个是负8 减8 减16 等于负的32 2 给fx 是 求f 在6分之pi 的导数值 那么这个用导数的 运算公式 下来算 当然可以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呢 6分之pi 带进去 这个式子是0 所以这个的话呢 用导数的定义 就可以很快的 得到这个结果 导数的定义是 x 取近于6分之pi fx 减掉 f6分之pi 除以x 减6分之pi 那f的6分之pi 是等于0 这一项是0 所以这一项 f的6分之pi 不用写 这一项是0 x-6分之pi 跟这个fx 有x-6分之pi 的因式 可以把它约掉 约掉以后呢 我们这边的分式 这个约掉 约掉 所以剩下呢 sin3次方x 这里约掉 所以sin的4次方x 加cos的4次方x 我们变成对这个式子去极限 就可以得到导数值 x用6分之pi 带进去 sin6分之pi 这是2比1比更好3 sin值是等于1 2分之1 所以sin的3次方 就是1 2分之1的3次方 sin4次方就是1 2分之1的4次方 加上cos的4次方 cos是等于2分之3 4次方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 连续函数的极限 直接把6分之pi带进去 这个就是等于8分之1 16分之1加上16分之9 所以这个是等于2分之10 就是等于5 所以这个是等于2分之10 就是等于5 给f x 求f的2接导数 3分之2pi的导数值 cos 平方的导数 看成合成函数 u 平方 u 平方的导数 2 拿下来 四方减 1 cos 再导一次 cos 的导数是等于负 sin sin 乘以 cos 我们可以用背角公式 负 sin 的 2x 用这个式子再来导一次 这个会比较简单 sin 的导数是等于cos 圈入了再多乘一个 2 所以二阶导数 2pi 的导数值 就是等于负 2 乘上cos 的 3分之 4pi cos 3分之 4pi 3分之 4pi 在这里 编长关于 2 比 1 比 更好 3 cos 值是等于负 2 分之 1 所以这个导数值是等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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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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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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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2√π的 dy dx 这是在0√π这个点 会等于这里常数相负1 这个把它移到右边 变成加1-√π √π我们再把它除过来 或者说我们把√π两边约掉 √π,√π约掉 这个2把它除过来 就得到这个导数值 等于-1√2 给xy的方程式 那么要求y对x的2解导数 给方程式求导数 这是一五为分 那么要求二阶导数 我们必须先把一阶导数求出来 一阶导数 我们就把方程式两边对x导数 cotangent的导数 等于-cos2 里面照写 写完以后里面再导一次 y的导数要写成 dy dx 这个是x的导数 减掉x的导数是1 右边x的导数是1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cos2y-x乘上 dy dx 这是加上cos2y-x 这个等于1 那这里有一个横等式 三角横等式 cos2-cos2 cos2-cos2 会等于1 也就是cos2-cos2 所以我们把这个1移过来 这个是cos2 cos2把它移过去 这个变正的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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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裡面再导一次,cos的导數是負sin 裡面照寫,寫完以後裡面要再导一次 裡面再导一次,裡面這一項的話呢 剛才一階导數已經算過了 一階导數就是cos cos平方 cos平方減1的話呢,這個就是等於 cos平方減1會等於負的sin平方 所以這個我們就可以把它跟這一項合起來 然後負負得正 這是兩倍的cos y-x 在乘上sin的 這裡一次方,這裡二次方 所以三次方的y-x -都可以跟這個compt snack 敵人有這個數字,然後 USD 那么要求ABCD的值 这个极限X趋近0的时候分母为0 分母为0如果分子的极限不为0的话 那这种极限只有等于正无限大或负无限大两种情况 但现在的极限会等于一个常数的话 表示这个极限的形式必定是0分子0的形式 所以分子X用0带进去 它务必要等于0 这个是等于0加A加0加0加0 一定要等于0 所以我们首先知道A等于0 A等于0的话 这个极限 是0分之0的形式 0分之0的形式我们就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分子分母求一阶导数 sine的导数是cos 这个在x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也是0分之0的形式才有可能极限等于负3 那么这个0分之0 x等于0带到分子这个式子的话呢 3加B 后面都是0要等于0 所以第二个式子我们就知道B是等于负3 所以继继续这个又是0分之0的话 我们继续再用罗毕达 cos的导数负3 却如果多一个3 这个一定也还是要0分之0的形式 所以x等于0带到分子 0加2c加0要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c是等于0 再利用罗毕达法则 这个导数负27cos3x 这个极限要等于x用0带进去的话 6分之负27加6d 要等于负3 也就是负27加6d 要等于负18 6d等于9 所以从这个式子我们得到d等于2分之3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呢 从极限0分之0的形式 我们把a b c d全部都求出来了 求极限 x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tg0是0 0到0的积分也是0 所以这个极限的话 我们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分子分母 求导数以后 再求极限 分母的导数tg平方的导数 2拿下来 次方减1 tg的导数 second平方 积分在导数的话呢 用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微积分的基本定理是说 a到x 积分在导数 这个是抵消 这个就会等于fx 万一积分的上限是x的导数 x的导数 这个要先看成u 我们先把u带进去以后 对u导数 u还要对x再导一次 这是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所以上面这个部分的导数呢 我们就是这个 带到t里面 1的负x平方 里面的部分要再导一次 负2x 这个三角函数的话呢 用到tg second tg second呢 我们把它改成sine cos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形式 tangent我们就把它写成cos分之sine 所以这个式子把它划减一下 把它写成这个式子了以后 我们一项一项看极限 那么前面我们用甲几正过 limit θ 区间于0的时候 θ 分之sine θ 这个会等于1 那如果把这个式子颠倒 极限当然也是1 所以在x 区间于0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1 指数函数是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的话 0直接带进去 这一项极限就是等于函数值 1的0次方就是等于1 cos 也是连续函数 所以它的极限值是等于cos 0 的三次方 cos 0就是1 1的三次方还是1 所以后面这几项 一项一项求极限都是1 所以相乘以后的极限 就是个别求极限 相乘 前面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极限值 是等于负1 如果x 写成 t 的函数 y 也写成 t 的函数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参数式 在给这个参数式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求 t 等于6分子π 的时候 y 对 x 的二阶导数 那么要求二阶导数 我们必须从一阶导数开始算 一阶导数碰到参数式的时候 我们 y 跟 x 都要对 t 导数 才会方便 所以在参数式的时候呢 我们把 y 对 t 导数 除以 x 对 t 导数 会有这种结果 那么 y 对 t 的导数 这个就是三角函数的导数 这个就是三角函数的导数了 y 对 t 的导数 1 的导数是 0 t 的导数是 0 t 的导数是 2 平方 x 对 t 的导数 2 的导数是 2 乘上 t 把它化解一下 2 2 就是等于 cos 分之 1 t 的导数是 cos 分之 sin 再化解一下 sin 分之 1 就是 cos 所以一阶导数求出来 一阶导数求出来以后 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就是把一阶导数 再导数 再导一次 那现在的问题一样 t 的导数 t 的导数 对 x 导数 这个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一样呢 在分子的部分 补一个 dt 分母的部分 补一个 dt 分子对 t 导数 cos 的导数 cos 的导数 x 对 t 的导数 我刚才算过 x 对 t 的导数 就是 second 的导数 会是等于 second 乘上 pengen 所以我们求二阶导数 在 t 等于 6 分之 π 的值 我们 t 等于 6 分之 π 带进去 6 分之 π 这个角度呢 它的边长关系 2 比 1 比 更好 3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带进去 cos 这个是等于 2 cotangent 是等于 更好 3 second 更好 3 根子 2 tangent 更好 3 分之 1 所以这个是等于 3 分之 2 副 4 更好 3 整理一下 2 跟 4 约掉 3 颠倒相乘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导数 是等于 负 6 更好 3 求极限 这个在 x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x 会趋近无限大 tangent x 分之 3 这个趋近于 0 tangent 0是等于 0 无限大乘以 0的极限问题叫做不定型 不定型的话呢 我们会把一项拿到分母来 我们会把 x 拿到分母 这个会变成 x 分之 1 这样一做 我们极限呢 就是会变成 0 分之 0 的形式 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那么在用罗比达法则之前呢 x 分之 1 x 分之 1 分子分母都是这种形式 我们可以先把 x 分之 1 另成 u 这个在导数的时候会比较好算 x 分之 1 是 u 所以这里呢 是 tangent 的 3u 在 x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u 就会趋近于 0 因为无限大分之 1 是趋近于 0的 所以这样代换以后 这个还是 0 分之 0 的形式 我们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分子分母都对 u 导数 u 的导数是 1 tang 的导数是 second 平方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 3 这个时候呢 它的极限值就会等于函数值 u 等于 0 带进去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极限值 等于 3 成为2 1 3 3 2 1 求极限值 在x 趋近于 0 的时候 分母趋近于 0 分子的话呢 积分上下线都是 1 所以在一个点的积分 这个也是 0 这个是 0 分之 0 的形式 0 分之 0 求极限 就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分子分母对 x 导数 pangent的导数 second平方 圈入里面多一个 3 里面导数是 3 pangent的导数 second平方 积分的基本定理 在我的分子分母 都是函数的时候 然后这个导数会变成 我们把 h 带进去 f 的 h 上面导一次 再减掉 下面这个带到 t g x 然后呢 里面再导一次 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导数 就是等于 我们先把 cos 3 x 带进来 分子的部分再导一次 cos 的导数是负 sin 里面再导一次 减掉 把 1 加 sin 2 x 带到 t 里面来 然后里面再导一次 1 加 sin 2 x 再导数一次 然后再导数一次 1 加 sin 2 x 导数 sin 的导数是 cos 里面再导一次 多一个 2 这个时候用 0 带进去 这个的话呢 是等于 3 减 1 0 带进去 这是更好 4 4 乘以 负 3 这个是 0 减掉 根号 1 1 加 3 根号 1 加 3 这是根号 4 乘上两倍的 cos 0 cos 0 是 1 所以这个等于 2 分之 前面这个是 0 负 2 乘以 2 这是负 4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极限是等于负2